明朝末年 李延迟大师在世的时候 这个故事在柱窗随笔里头 曾经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 这个福要怎么念 大师教人念 南无阿弥陀佛 六个字 别人问他 你老人家怎么念 我只念阿弥陀佛 那你为什么叫别人念 他就南无阿弥陀佛 你自己念阿弥陀佛 南无是皈依的意思 皈依命的意思 是客气话 我皈依阿弥陀佛 皈依命阿弥陀佛 经上讲 这次名号 名号就是四个字 我为什么念四个字呢 我决定要去 所以那个阿弥陀佛可以神调了 不要用这个 为什么教你们念六个字 你们还不想去 所以 加阿弥陀佛好 南无是恭敬的意思 恭敬阿弥陀佛 归宜阿弥陀佛 这个意思 为什么 你的心不坚决 那个心要真的坚决 真心 真愿 你就念四个字就行了 经上讲的 名号就四个字 这说得很清楚 说得很透彻 那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 自己真地下决心去了 四个字 越简单越好 我们对这个世间 还有一丝毫留念 加上阿弥陀佛 两个字好 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 那阿弥陀佛 两个字就不要讲 欧业大师教我们